为了启发年轻人对绿色永续职业的认识 引发台湾青年积极参与永续行动 2024联合国中台湾区域青年气候峰会 这一天正式启动 也期许可以帮助台湾的青年朋友 来接轨到世界组织 参举在全球永续发展的讨论脉动当中 并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年交流互动 促进跨文化交流跟合作 各界代表放下手中代表永续的精神方块 宣告活动正式开始 气候变迁的议题近年来在国际间不断发酵 为了启发年轻人对绿色永续职业的认识 由测验出版有限公司与台中科技大学 共同举办的2024联合国中台湾区域青年气候峰会 这天正式启动 台湾是一个小小的海岛 但是其实我们对外的连接是四通八达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阻碍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告诉年轻人我们关怀自己 关注自己的未来的同时 其实更要爱护地球 专业的知识可能会退流行 但是品德对社会的关怀是绝对不会退流行的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学生的基础核心的能力 那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未来出来社会的话 不论从事哪个行业 对于社会对环境的整个关怀都能够不予余力的 活动邀请了中部八线市的政府代表一同出席 深入探讨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与机会 强调永续是人类发展进程当中 现阶段最重要的议题 也邀请了在地的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 分享如何将ESG落实在企业营运当中 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台数科来中科大 跟各位同学求职的同学们分享说 对于企业来讲ESG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观念 要怎么在企业中可以执行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媒体的力量 来让更多在地的企业中小型企业 一起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作为青年代表 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台湾未来的下一代 就是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就是台湾未来的下一代 那其实永续的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我们 就是不是只有大人在做 而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我们要慢慢的去做 会中校方也与人才培训单位 签署合作意向书 计划将拥有青年绿色永续职业性格的年轻人 加以培训送入企业实习 同时帮助企业落实在ESG环境永续上面的业务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